來 歡迎收看台股龍捲風 獲利向前衝 今天4月17號 禮拜三 也就是台紙期結算的一個日子喔 行情是如何 再度出現一個大漲 昨天的指數的一個大跌 日落西山你不賠 今日指數個大漲 東山再起 你是誰 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到底該如何看待 中東的危機解決了沒有 FED 延緩降息的利空 淡定了嗎 馬上要進入到4月底 5月的報稅季節喔 還可不可以買多 這個就是今天節目內容的重點喔 於是我們看電腦畫面喔 欸這個好厲害喔 昨天的一個大跌 把所有的籌碼 該洗出去的洗出去 很多人會講說 行情震盪是為了要清洗福額 什麼叫清洗福額 在我們操盤者來看的話 都是以融資餘額來看 就是把融資的餘 就是融資大部分是代表散戶啦 一般的判定是這樣 當然不是絕大部分 有些主力 他是用融資進去做的嘛 但是可以很顯而易見喔 昨天融資餘額是出現一個大幅的 這個減少代表昨天一根長黑K 確實是具備了一個殺傷力 那當然把籌碼給洗乾淨之後 今天自然而然是進行一個反彈 而反彈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思考現在這個問題是在於 昨天的一個大跌是因為什麼 今天的反彈又是為了什麼 假設只是定義叫跌升的一個反彈的話 這個行情你就不能去追 代表他還不會持續往下跌 假設這個行情 任何的回檔修正就站在買方的話 當然即便今天往上漲 你也要去追 因為反正還是可以賺到錢嘛 所以接下來行情就會非常非常的精彩喔 重點是在於你買什麼股票 昨天跟投資朋友報告了 台積電會急救援 急救援他說缺電的一個效應 是不是又出來了 缺電大概跟重電會有關啊 亞利是不是又續攻了 電線電纜的核基 是不是又大漲特漲 四天又三根漲停板了 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任何股票都會漲 只待他背後故事寫好 誰是寫故事的人非常非常的重要 台積電明天叫做法說會 法說會之後要去關注誰 而誰又是在法說會之前先漲的 這叫施智誠 3131的紅碩 今天來講他過高了 那跟他有關的是誰 紅碩便會過高 跟他有關的是誰 當然是3583的星雲啊 但星雲怎麼做會最漂亮 曲線救國做最漂亮啊 股價來講他假設從50塊錢 直接漲到100塊錢 然後每天噴每天噴每天噴 賺比較多還是50塊錢 漲到80塊錢 回檔到70塊錢再買 再漲到100塊錢 哪種賺最多 當然是衝高回測 先衝高先賣嘛 賣掉之後回測再買嘛 買了以後再衝高賺最多嘛 那誰有辦法這樣做 誰有辦法神乎其際的這樣子做 想辦法跟金字塔頂端的男人做朋友 紅碩上去了 星雲當然就跟得上去了 這個叫AOI的檢測 目德今天過高了 目德過高之後 接下來要看誰 當然是要看 6425的易發 而易發又要跟誰做 這一波的易發 全市場誰最早跟你找到 波段走N字型的一個上工 連極短線的回檔修正 出現一個下影線 都提早跟你告知 好 重新再來整理一次喔 重電股 誰帶你買到亞利 電線電纜股 誰帶你賺到核基 就連人人喊打的細製財 徐老師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8054的安國 是不是回撤雙支撐 我帶給你看 這個是公用電腦就不變化給你看 回撤到月線 回撤到雙支撐 昨天指數的一個大敵他先漲 今天指數大漲他再一根 怎麼樣才叫做財富重分配 這樣他就有辦法叫財富重分配 然而行情是隨便買隨便賺嗎 美股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昨天鮑爾出來講話 鮑爾講什麼 鮑爾是偏音的喔 如果你熟知鮑爾的話 你就會知道 每一次的通膨 完全就是負相關 完全就是猜錯 他根本就用猜的嘛 今年年初說會降息 說今年來講話很容易接近2%通膨 昨天出來講話了 這個降息啊 這個高利率可能要維持一段時間 降息可能要進行一個延後 3月講的話 馬上4月自己打臉 情何以堪 然而 離6月份的FED的會議 中間還要公佈幾次CPI 5月份和6月初都公佈 還有2次喔 所以當全市場認為 今年降息很渺茫 可能真的沒辦法降息三馬的同時 搞不好又死灰復燃了 真的給你降三馬 你根本就玩不贏他們 你怎麼玩 全市場的資金都是美國人在控制的啊 他什麼時候收割 就什麼時候收割 你唯有保護好自己 唯有每天鎖定徐老師的節目 新台股龍捲風 才有辦法 才有機會 反敗為勝 避開該避開的風險 賺到該賺到的錢 所以YouTube頻道 直接搜尋新台股龍捲風 訂閱徐老師自己專屬的頻道 訂閱我自己頻道會有什麼樣的好處 是你可以看前面幾集 再看今天這一集 你不用每天盯到東森財經台媒體 每天要去看這個直播就會比較累 你訂閱我的頻道了以後 可能做捷運你也可以看 中午休息的時候可以看 吃飯的時候可以看 晚上陪小孩念書的時候可以看 就稍微看一下 花個幾分鐘的時間 那Lite 8更重要 因為Lite 8我會直接跟你講 注意什麼股票 小老鼠I STOCK168 好 緊接著 Borrow昨天談話了 Borrow講說可能會暗示要延後降息 確實根據FedWatch來看的話 如果你每天都有看我節目的人 你會知道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曾經一度要降息降到7碼 到昨天為止 這個叫降1碼 到12月18號降1碼 一堆人看網紅的節目 說今年要降息 你不只是可以賺債券殖利率之外 還可以賺降息之後的 ETF的一個價差 全部套勞在相對的高點 現階段不知道怎麼辦 不曉得怎麼辦 就會比較可惜一些些啦 但實際上來講的話 降息它絕對是長線上 必須要這樣做的 因為歐洲它已經可能會 率先先降息了 美國會稍微晚一點點 但是你整體的資金卡在那裡頭 就會比較可惜 除非你就是真的要賺利息錢 所以觀念你必須要導正 包含像高股息的ETF也好 包含像債券ETF都好 你所要標榜的債券 就是賺它的殖利率嘛 高股息就是賺它的股息嘛 而不是要標榜 甚至於講欺騙去賺它的價差 那個就不符合它原本設計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伊朗和以色列的問題其實並沒有解決 所以它勢必還是會造成威脅 所以三不五時會有人恐嚇你 三不五時會有人恐嚇你 但學老師教你啦 我教過你啦 你就看黃金嘛 黃金有沒有大漲特漲 這是4月15號的現行圖 它現在還在這邊啊 17號還在這邊啊 布蘭特原油4月15號的現行圖在這邊嘛 現在還是在這邊嘛 甚至還有點往下跌 所以中東危機現階段有沒有出現一個擴大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嘛 所以它確實是希望不想要引發區域型的戰爭 但是美國的零售連二升 鮑爾又放鷹 所以昨天的指數大跌 昨天指數大跌之下官股竟然互盤 融資餘而殺到相對的低點 今天指數進行一個反彈 接下來你怎麼看 行情準備要轉為為安了沒有 我只能跟你講 多頭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為什麼 因為根據龍捲風操盤數 日線就要找買賣點 週線就要看波段 月線就要看趨勢 背起來 今天即便指數的一個大漲 好可惜 並沒有站上月線的一個反壓 而且日KD也沒有出現黃金交叉 死亡交叉稍微出現一個收斂 但是預計50軸應該是守不住 它必須還要再次進行一個回撤的動作 但是美股它有可能幫我們的嘛 為什麼 我講過了 美股到窮的日KD已經要相對的低檔來到20軸了 納斯達克也在相對低檔了 費城半導體也在相對低檔了 所以它隨時會進行一個反彈 所以昨天費半不是進行反彈 費半昨天來到季線的支撐 進行了一個反彈 所以你每天看這些消息一面 你永遠不曉得該怎麼做 抵押衝突 台股評價偏高 外資停看廳 4月17號不就今天嗎 今天早報這個消息 你看這個消息 昨天指數又大跌 你今天早上怎麼可能會有心情看股票 你今天早上一旦沒有心情看股票的話 你要少賺一根了 叫8054的安國 就不會拉漲停 1618核基 是不是又拉一根漲停 那個就很可惜啊 今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率3.2 所以FED它緩降息 甚至不降息的情況下 會造成美元的一個強勢 美元的一個強勢 勢必會造成亞幣的一個弱勢 所以亞洲貨幣全面性的出現一個重挫 兩個方向 一個叫資金的外流 一個叫做第一季的財報會很漂亮 因為匯兌收益嘛 然後我們就去看喔 韓元來講大概跌了7%左右 日幣跌了8% 台幣只有跌5% 所以相關的台灣跟韓國跟日本競爭的產業 我們會趨於比較的弱勢 因為我們的台幣貶值沒有別人貶得多 這個叫總體經濟啊 美國陸陸續續要開始要公佈財報囉 現階段來講的話 所關心的是在債券資產的一個部分 我之前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這個股債比例 包含像原本大銀行 他們所預估 大公司所預估的今年要降息 所以他們會把部分的資金移轉到公債的一個部分 比較安全 沒有想到拜爾 出爾反爾 降息可能不如預期 所以造成債券價格大跌 債券價格大跌的話 自然而然它會有一個虧損的一個部分 這個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所以你要去觀察這個東西 其實很難去評判啦 因為這個基本上你要對鮑爾了解 你要對拜登了解 對伊朗這些各方面各個方面都要了解的情況下 你才有辦法做台股 那也太累了吧 我就講過了嘛 美股之前看VIX VIX主要是幹嘛 是下跌的 代表它完全不鳥你 鮑爾講什麼 VIX萬下跌代表它並不恐慌了 短線漲多了它不恐慌 不恐慌 然後美股是不是就進行一個反彈 那反彈就觀察嘛 日KD它出現黃金交叉了沒有 還沒有 所以先定義叫反彈 等到日KD黃金交叉 它反彈的速度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你看鮑爾還不如看VIX 那今天動力33會持續 因為加權指數日KD也還沒有黃金交叉 跟你講的安國果然今天漲停了 股王是不是稍微被拖上去了 撐住了嘛 3661的四星要拭目 幹嘛要拭目 掙取更多的機會啊 不然單打獨鬥 現階在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誰還在單打獨鬥 你股票還在單打獨鬥 你怎麼做 國際的局勢亂成這樣子 你要怎麼做 很難啊 現在真的很難 大家都很辛苦我知道 花點小錢 請專業的人幫你賺大錢 台積電法術會之前設備股先漲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亞歷是不是衝上去了 電線電纜合機是不是衝上去了 所以我講過了 任何股票都會漲 只待它背後故事寫好嗎 誰是寫故事的人 誰又是聽故事的人 誰又是聽故事的人 籌碼面沒有問題 資金面沒有問題 基本面更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在於你的心態 要做調整 有問題的是在於個股 你要進行一個調整 所以亞歷上去了 合機就上去了 昨天跟投資朋友提醒 還沒有漲完 因為台積電出手救援 現在才4月份而已耶 最近人家抗熱的這個 忍耐程度有點弱對不對 昨天前天二十幾度而已 還不到三十度 晚上就非開冷氣不可 不然汗流夾背了 現在才4月份而已 就要開冷氣睡覺了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的話呢 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重電題材還在不在 所以亞歷這邊上去了 合機是不是會跟漲停板 所以股票你要知道題材 一旦知道題材的時候 股票它是長在題材 你自然可以大賺特賺 你之前你知道 GTC要推機器人 你就知道機器人就是索羅門 你一旦知道 知道機器人索羅門 一個大波段你就賺到了 好 試著去回想看看 10%的意義是什麼 100萬的10%叫做10萬塊 那20%的話 100萬的20%叫做20萬 那如果是200萬的話呢 300萬的話呢 所以當行情在震盪之際 你不要怕 震盪你才會有機會 才有辦法財富重分配 你要贏別人的地方是在於 你勇敢 勇於取捨 輸在猶豫 贏在行動 做才會有答案 想它永遠是問題 你贏就贏在別人在猶豫的時候 你就斬釘截鐵 我先階段 我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 避開該避開的風險 賺到該賺到錢 我又單機立斷 這個股票不會漲 我就砍掉 直接回收回來 去買會漲的股票 你有沒有這個魄力 你有這個魄力 屬羅門 是不是就一個波段 禮拜一漲先出 禮拜二是不是跌下來 今天再往上漲 不管我們的事情 包含像廣達也好 偽創也好 技嘉也好 你怎麼看 紅海跌破147 之前衝到147 我跟你講147就是關卡 跌破之後 昨天來到141 今天馬上要彈上去 準備要再回撤147 所以147 它就是有效的一個支撐 以及關卡 那你手上有紅海的人呢 未來我如果不追蹤紅海的話 你紅海怎麼辦 所以一來一往會差非常多喔 不然像華府也是一樣 疑似要足底 足底不成反成頭 台辦也是一樣 華邦店也是一樣 光寶科也是一樣 元泰今天比較弱喔 稍微要去留意一下 立基電 一路往下跌 聽說有人網紅在推薦立基電 新日新稍微留意一下 軸程啊 為什麼他會做頭做成這樣 小頸線破了 大頸線也破了 必須要趕快出現一個反彈才行喔 細制裁 敵的時候不會有人理你 既然安國漲上去了 大家又有安國了 那不就是這樣子嗎 重電相對低檔的時候你不布局 亞利做上來了 大家又講亞利了 電線電纜之前你不布局 合績上來了大家又有合績了 嘿 徐老師就講說 下西製裁沒有人要理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 日若西山你不賠 東山再起你是誰 你有這個魄力啊 誰是辦法 誰是有辦法雪中送炭 誰是真的會寫故事的人 為什麼系統破滴之後 他才要往上拉 這邊就是又一根 所以你要去留意威勝 沒有人跟你提了對不對 因為最近混在那個地方啊 衝上去之後又再震啊 你就不要給他衝上去 安國3月14號跟你提到 3月28號跟你提醒 回撤支撐嘛 然後跟你講題材 題材大家也都知道了 是不是就上去了 上去的過程他一定會碰到賣壓 因為他是一根黑K又一根黑K嘛 連續兩根黑K形成一個壓力線嘛 是不是形成壓力線 那這邊來講的話 是不是這個黑K 這邊又一根黑K 這個黑K 這個黑K這個是壓力線 對不對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是紅棒 紅棒高點 再連又是一個壓力線嘛 所以不是出現一個長額上癮線 長額上癮線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他碰到壓力 他要試圖去挑戰他壓力 所以進行一個回撤 把賣壓先消化一部分之後 出現一些回撤叫做上癮線 那你怎麼會知道他會功課 功過 這要靠經驗 但我徐老師在節目上 我直接跟你講 是不是真的上去了 就拉漲停 也給你看訊息啦 是不是功課 衝高衝高衝高 漲到180塊左右的時候 回撤 我開始跟你追蹤 12號的時候跟你追蹤 線都沒有變 這要上升月線 果真真的如預期回來了 接下來要幹嘛 徐老師我做股票 我不想追高 徐老師你帶我押回修正 站在買房 真的 徐老師4月15號跟你講 押回修正了 你要做什麼動作 我不曉得 禮拜二先拉一根 今天再來一根 昨天指數可是大跌500多點 為什麼 我們禮拜一提到 而禮拜二指數的大跌 他會往上拉 禮拜三指數他的大漲 他並沒有獲利調節的慢壓 再來一根 是不是就上去了 那整體來看的話 要看這個地方頸線位置區 假設這個頸線再往上突破的話 這個變成長大跌 三尊三個跌 頭肩底 這個如果是大跌 一旦形成的話 這個只是小頭而已 他就有可能會越過喔 那你去思考 如果從一百二十幾塊錢 報上來的話 是不是有功課 這個叫操作 前瞻科技跟神盾有關 前一根頭這邊有講到了 今天又上了 是不是有功課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知道 你可能沒有時間看節目 我知道 你可能沒有這麼多時間 每天看節目 首先居恨網 再次跟你提醒 用文字說明 也就是說你在居恨網 或是你直接在Google 搜尋 新台股龍捲風徐兆星 或是搜尋徐兆星 聚恨網 一樣可以看到我們的文章 我直接點名的給你點 直接點名點出來 創意 要看20MA 什麼時候佔上20MA的扣底值 世新 要看什麼時候佔上20MA的扣底值 讓他整個月線翻揚往上走 他就會有機會 而世新來講法人所評估的 尤其是大摩 他覺得可能會被搶單 所以世新他跌下來 那你就要觀察大摩的籌碼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站在買方 那現在世新要辦私募了 你怎麼看 為什麼他不是憲徵 為什麼他要私募 私募要跟誰私募 他說還沒有找到人 那一定是跟誰誰誰誰 進行合作 進行合作了 聯合變成一個聯盟 才不容易被人家搶單 那就是機會 那是機會 那壓回來要跟誰做 台積電大聯盟 你要看喔 要看大摩 大摩講誰 大摩是看晶圓代工和IC設計 我早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跟你講 你要留意大摩的動向 台積電當時叫12月14號才580幾塊錢 我說台積電ADR已經過了 然後外資調到700塊 我幫你整理資料 那個時候他法術會 1月18號的法術會 結果全部都是如法術會所講的一樣 所以明天法術會格外的重要 然後你再去看K線圖 12月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他混超久了 徐老師台積電 不像你講一樣會漲 徐老師台積電ADR上去 他為什麼不漲 我當時跟你講說 他因為台子期的關係 硬把指數壓下去 現在台積電在這個地方 高不可攀了 所以你要去思考 現在哪些個股還在這個地方 或是哪些個股還在這個地方 將來還會一樣過高 續噴的 你要抓到 為什麼我昨天台積電 回測月薪的時候 我會跟你提醒 為什麼今天台積電 又上去了 比較大的支撐是在這個地方 好 緊接著 設備 股本就清了吧 COAS 設備一定是看COAS 不然要看誰 好 緊接著要看4月18號 4月1號跟你叮齡 要看他資本支出到底怎麼談 COAS是公補應求 我那時候跟你講過 依照NVIDIA的財測來看 台積電COAS確實是有增加 但COAS還是一樣供不應求 你看喔 今天的題材 COAS它是增加1.5倍 1.5倍 2025年來講的話 可能要增加再倍增 光揮打 需求就要佔五成了 還是不夠啊 為什麼美超委準會大漲 拿到貨了啊 拿到貨他拿誰的貨 拿台積電的貨啊 那台積電的貨怎麼開出來 必須要COAS啊 所以將來喔 你要去留意 這比較新的題材是COAS S和COAS L的 COAS L來講的話 它的成本會更低 那誰會跟COAS L會有關 你要知道啊 好比像軍華一樣 當時的軍華170塊錢 沒有人知道喔 軍華什麼股票啊 量這麼小 170、190 營收開始出來了 媒體開始要報導了喔 如果是以36倍本益比來看 它會到456 群毅講的 458囉 479囉 衝高 是不是有回測過 今天已經來到多少了 500塊錢 100多塊錢來到500多塊錢 過不過癮 至勝你就要留意了 G2C的 軍豪你也要留意了 中砂 鑽石碟的 來回做價差 很多人喜歡想做波段也要賺 價差也要賺 你來找徐老師 怎麼找徐老師 小老鼠ISTOCK168 小老鼠ISTOCK168 所以中砂是不是也一段 N字型上工 295過不去 先提示了嘛 禮拜一 我簡訊會員就先提示了 禮拜二真的來到294 295我們也沒辦法過去 如果你是簡訊會員要幹嘛 我不曉得你幹嘛 我們就先出 出掉了以後是不是壓回 壓回下去就被證喔 震盪又是你的機會 所以你看台積電大聯盟之前 跟投資朋友準備好資料 突破 327 3月27號 當然300多塊錢 347 381 震盪一下 回撤 禮拜二回撤 下影線 今天就上去了 十月恭賀 雅翔也是一樣 200多塊錢 240塊 256 你就看喔 有錢人他怎麼樣用錢滾錢 去怎麼樣賺錢 然後我跟你提到先進封裝 我還跟你做表格 跟你講2.5D 2.5封裝和3D的一個差別 然後跟你提到6425的 異發是做AOI COAS的AOI 是不是都講在前面 3月26號 澳保退出AOI 恭賀 衝高回撤再往上恭 是不是又在漲 每一次我都給你看訊息 看我們簡訊會員怎麼call 領先還可以賺最多漲停 4月10號跟你講有賺不跑是阿呆 是不是壓回修正 是不是真的回撤到這邊 先回撤到這邊了嘛 是不是又上去 所以有功課 第一波 昨天回撤月線支撐不破 今天又拉盤中拉漲停 所以我可以跟你講 現階段會流行什麼 就是重電和半導體設備 重電又帶到電線電燃 台積電法縮會 當然是半導體設備會動嘛 西智財物就是抓安股啊 有這麼困難嗎 玻璃機板 要看誰 這兩檔都還沒有標喔 但是他現行撐得相對漂亮喔 你來找徐老師 重電概念股 是不是先做滑成 滑成上去之後 不敢追了對不對 好表格整理出來 再來試電 試電又一波 又不敢追了對不對 好沒關係 你來我給你壓力 回撤的喔 壓回不是要正在買方嗎 帶你做 又上去囉 是不是又公賀 我跟你講一頓的故事 我跟你講新故事 我跟你講整體的本益比調高了 再來一次 再給你做一個表格 代表我持續看好4月9號 再來喔 亞歷不持續望上公 再來喔 再漲喔 五天先五根 五天先五根 到160就50%了 再衝到184 到160就50% 又衝到184囉 是一個波段 是又來了 是又功賀 昨天稍微震盪 昨天10點16分的時候 10點16分大概在這個地方 昨天指數大跌對不對 我跟會員講什麼 即便打到跌停板 157.5也殺不到我們的成本 我們成本一定就 可以先續爆 續爆又上去了 就不太容易被洗出去嘛 電線電燃股是不是講合積 合積是不是又上去了 每一波就是這樣子賺 財富怎麼樣重分配 一檔接著一檔 縮核上去了 這檔個股就要留意了 台積電 法說會之後 安國 禮拜二跟你提醒 神盾 禮拜二跟你提醒 今天雙雙都放上公 所以神盾集團概念股 Light at 昨天就放上一個地方了 不會操作認同學老師的理念 有學友幫忙的人好好留意節目過後 質詢專線 現階段好壞個股會差非常大 趕緊來找徐老師 明天見 延估並置復承知風險